随着科技的发达 3C产品的普及化 让使用3C产品的租群年龄层下降 也进渐让孩童对于3C产品的依赖性越来越高 对此先议员蔡明轩就希望 问题应该从源头解决 家长也要做好榜样 现在3C产品手机跟网路 非常的盛行 所以我们现在的孩子 对于3C跟手机也是非常的沉迷 这种问题也是越来越多 我相信许多家长 对于这个问题也是相当的困扰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也是相当的需要我们的学校 教育界还有我们的政府 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努力 当然也是需要家长一起来做一个配合 当然我们家长还是要从榜来做一个协助 需要我们家长本身就是要做好榜样 家长应该放下手边自己的工作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陪伴 家长应该从自己做好榜样做起 蔡议员也表示陪伴孩子成长是相当重要的一环 并在日常生活中减少使用手机或者是平板等3C产品 做好榜样才能够多点陪伴少点3C 你如果在陪伴孩子做功课的时候 或是跟孩子在吃饭的时候 我们自己就不能拿着手机在那边吃饭 或是拿着手机在那边陪着孩子做功课 然后也要运用空闲的时间 就是陪着孩子到户外去 让他们做他们平常做一些户外的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一个 他们平常比较远离客业的一些相关的一个事情 不要让他们拿着手机一些沉迷的一个机会 当然我们陪伴孩子们 他们就有跟我们一些多一个相处的一个机会 当然他们对于手机沉迷 当然就会比较有办法减少沉迷的一个状况 目前科技盛行 3C产品的崛起也让民众依赖性越来越大 蔡议宣誉员也呼吁家长要做好榜样 少点3C多点陪伴 记者邱平易 众和载方报导